好, Good morning. 今天是7月3號, 美國東部時間,現在今天早晨。 今天天氣是天蒙蒙,你蒙蒙。 潛龍在冤啊, 群龍無首啊。 今天用這麼兩個詞來表達一下 看到的拜登總統, 和北歐啊,北約崩會, 還有歐盟崩會, 就是看到一大堆人啊, 用四個字來說,叫群龍無首。 也叫,還有一個字叫集, 這個群龍無首怎麼集, 群龍無首的意思呢, 就算是你是龍啊, 大家,這幾個人, 北約的成年都是龍啊,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現在美國呢, 拜登也是個龍啊, 這個,你很了不起, 在那裡呢,就是, 大家都是龍, 但是呢,就群龍無首, 感覺到呢,沒有一個人呢, 大家沒有一個統一的思想, 沒有一個統一的, 制定了這麼一系列的綱領呢, 就是說,什麼, 制約這個北約, 北約這個綱領呢, 就制約這個, 等一下, 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錄音給錄一下, 錄一下之後,我把它, 一邊重上, 是我們經歷正, 哦, 哦, 這個, 今天講那個那個, 我因為講那個, 講那個, 講那個目的呢, 是唯一個,這個, 叫淺龍無用, 立見大人, 大海在這裏啊, 這個, 在這裏的, 遊郭遊民呢, 其實呢, 就叫做, 移工移山, 這個, 由於, 這個, 7月1號呢, 是黨的101周年的生日, 也是我呢, 從門了一下, 我這個, 入黨的那個, 曾經說, 學習了一下那個, 為人民服務, 我們這支隊伍, 是, 來自五湖四海, 就是, 為了一個, 共同的目標, 走到一起來了, 啊, 就是,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啊, 這個, 這個, 就是我們的一個, 宗主, 但是, 那個, 還學到一個, 那個什麼, 紀念白淇雲, 我們, 從什麼, 現在來呢, 到了美國來呢, 就要學做一個國際的公民, 很, 很榮幸, 2010年啊, 奧巴馬總統和米歇爾夫人呢, 對, Email, 給我來的Email, 提名我們, 啊, person and citizen, 就是, 因為每個, 美國總統有一個特權, 這個就是叫做, person and citizen, 就提名了美國公民獎, 這個是講給, 對美國, 美國, 建設, 美國國家, 美國人民有貢獻的, 這個, 這個, 特殊的人, 這個, 就講一個, 授予一個勳章, 叫做, 授予一種稱號, 叫做, person and citizen, 就是, 美國的公民, 我非常的, 感覺到我這一生啊, 啊, 我做不了什麼, 國際共產主義戰士, 但是我有一個總統的公民, It's my American dream, 這個就是我最大的夢想, 也受到了很大的鼓勵, 這叫, 潛龍烏用, 潛龍烏用, 我父親呢, 這個, 我十四歲的時候, 他帶著一袋的紅蘿蔔, 我在北京流浪的時候呢, 我父親給我講了這麼兩句話, 叫, 委屈求權, 潛龍烏用, 潛龍烏用, 我當時不知道潛龍烏用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委屈求權就是讓我, 就是讓我忍氣風聲, 不要去跟我姑姑呢, 硬碰硬, 就是要學會了怎麼樣的, 接收聽意見, 不要去反駁你的意見, 就是現在就叫韜光眼睛, 叫忍氣風聲, 委屈求權, 我是這麼講, 潛龍烏用, 當時就根本就不了解什麼叫潛龍烏用, 這叫, 我父親那個意思叫潛藏起來, 不要暴露自己, 但是一定要有所學習, 有所作為, 有所前進的意思, 潛龍烏用, 我當時還是不懂, 一直到現在, 我還是不懂, 現在還在學習, 這個就是, 自己呢, 這個時間呢, 現在呢, 在社會裏呢, 我得到了這麼一個貴人相助, 就是2010年, 1月20號, 那時候我正在那個我妹妹家, 就是我洛杉磯, 我在洛杉磯那裡, 我那個, 收到了電郵, 哎呀, 我感覺到, 我感覺這是真的嗎? 我感覺這是真的, 有這樣的事情嗎? 這有這樣的事情嗎? 我覺得, 這個, 就像拜登那個在那個, 我就像拜登在那個, 北京大使館的說了一句話, 在美國那個, 只有在自由的地方啊, 可以, 可以有創新, 才能產生創新, 挑戰你的, 權威, 挑戰你的政府, 這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哎呀, 我說我這個, 我怎麼得到這麼一個, 這麼一個訴訟, 我要好好的表現一下自己, 啊, 但是呢, 我想起了這麼一句話, 叫做, 潛龍烏湯, 那個時候叫, 立見大人, 啊, 潛龍在冤, 這個時候我已經叫做, 潛龍在冤了, 就是我潛龍已經到了美國來了, 就潛龍在, 立見大人, 哎呀, 我覺得這個話呢, 嗯, 這個是, 對我來講呢, 很有, 很有體放, 很有鼓勵啊, 然後呢, 那個那個, 嗯, 那個, 米歇爾就問我, 誰鼓勵, 誰激勵了你, 哎呀, 當然我這個問題, 我就回答, 我說你激勵我呢, 又不太好, 對不對, 我當年就, 實際上, 我的出身, 我這麼多的經歷, 坎坎坷的經歷, 在大陸呢, 遇錯遇份, 每次給這個, 給這個, 給這個, 解放台灣, 從1974年, 我就給中央提出來, 這個五點建議, 啊, 解放, 這些路線, 解放生產關係, 解放生產力, 啊, 嗯, 開展了科學技術學習, 然後呢, 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解放台灣, 你不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解放台灣, 就是, 解放台灣就是一句空話, 這個東西激勵了, 但是我們一句話, 何止一句話, 能夠說得清楚呢? 這不是回答一個yes or no, 這是用時間, 一個量, 一個積累啊, 這個不積規部, 無以至千里, 不積小流, 無以至江河, 對吧? 所以呢, 這是一個積累, 但是, 我感覺到呢, 我還做得很不夠, 我覺得我還是, 同時我也覺得我自己呢, 還不夠這個資格, 我來的時間太短, 我沒有這個得意忘形, 但是我有這麼一個激勵, 我感覺到, 可是遇到貴人了, 所以我經常在就, 一直呢, 奧巴馬和米歇爾在2008年至2016年, 就8年當中了, 就叫做潛濃烏用, 什麼叫潛濃烏用呢? 就是不用之用, 這個不用之用就是, 我為了, 我不表現之內, 但是我要表現自己, 我要充分地表現自己, 我為了抱他, 這個這個, 這個米歇爾和奧巴馬的知語之內, 我要把我自己的精力, 貢獻給美國的國家的建設, 和美國人民, 福祉和中和數字的提高,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提出了一個, 新美國人, 新美國城市, Revening the city, 新美國人呢, 叫New, 就是呢, 就是中國有一句話呢, 周遂舊方, 其令唯心, 就是做西民, 大道之心, 在西民, 狗日心, 美日心, 就是這麼一個, 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新美國人, 新美國人民, 就是這麼一個, New, with the people, 就是要不斷地提高自己適應, 美國環境所需要的綜合數字, 最後呢, 我希望, 國家, 美國這個, 做一個, 世界最強的發達國家, 應該有一個新的, 更包容的國家形象, 海納、百川啊, 美中合作呀, 帶動生產, 不因為我是從中國來的, 我是, 中美關係的受益者, 我在中國呢, 1982年的時候, 就成為, 美國, NPCI, 不, 那個, 計算機視覺公司, 啊, 這個, 計算機輔助氣氛, 製造, 製造半導體, 製造半導體, 製造半導體線路, 線路板, 實際上, 芯片也是這個道理, 是, 設計線路板的, 用計算機來設計, 這個, IP工程師, 我成為中國第一, 第一批, 這個IP工程師, 然後呢, 八四年參加招聘, 參加深圳捨口工業區的招聘, 來到了深圳, 來到舍口工業區 成為第一家中外合資廠的廠長 當然也是由貴人相助 也就是我覺得那個時候就叫 招聘組組長叫余德海 他是深圳市組織部長 也是舍口工業區的主幹出廠 也是我們一直掛著舍口 中工智陽廠的廠長 他是鄭上長,我是部長長 任命我為 就招聘我來做 任命我為附上的 我覺得他給我一個資產